喜爱舞蹈和视觉艺术的朋友们注意了 得到麦考伦国际编舞大赛的首奖作品将会在休斯顿演出 由台湾新锐编舞作家张萍萍所创造的作品《时空抽屉》 将会于9月22号周六晚上的7点30分在休斯顿亚洲协会演出 那么这个作品融合了作家达理作品当中的抽屉符号 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 运用舞蹈肢体之美呈现出最唯美的想象空间 让观众一饱眼福 《时空抽屉》是舞蹈与3D多媒体结合的视觉盛宴 演出时观众需佩戴特殊的眼镜来观赏 由舞者舞动的肢体美学带来超凡的视觉意象 编舞家张婷婷表示 这个作品是在2015年的夏天 在台北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首演 之后便受邀于各个艺术节 如上海的Dance Stage国际现代舞节 西安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台东艺术节等大型国际演出中 张婷婷独立制作当代舞团TTC Dance 为台湾近年一军突起的新兴当代舞团 成立将近六周年 今年七月份刚刚自法国外亚维农艺术节 再遇鬼国 紧接着便收到休斯敦台湾书院 即亚洲协会德州中心表演艺术组 策展人Stephanie Todd Wong的邀请 于九月初前来德州 呈现这一个新颖独特的舞蹈作品 《石宫抽屉》曾获得麦考兰国际变舞大赛的首奖 艺术总监张体令在这个作品中 从绘画的概念出发 强调以动态雕塑肢体的舞蹈新美学 重新结构超显人主义达利 画作中的抽屉符号 以及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中的两性哲学 时空抽屉 既由舞者与木箱抽屉所发展的实验性肢体与会 诠释时空和记忆的流逝 将堆叠的抽屉当作秘密的象征 以舞台为画布 舞动的肢体为创作载体 营造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最唯美的想象